中国最早的先发现了新冠病毒 就认为这个东西是中国来传染的美国 这个讲法来讲是不对的 这个是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是我们全世界共同的敌人 这个不存在 不存在美国传染给中国 中国传染给美国 这个东西它本来是必然要发生的 所以说我们生气不如争气 我们今天在这里借这个机会 给美国人民和美国总统来解释一个解惑事宜 不乱反证 我做了一个思维Map 就是什么呢 Mand mapping 这个美国人一听就知道什么叫做Mand mapping 就是一个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的这个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要大家心平气和 中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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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这个导图 中间的位置叫生气 生平 平行进气 平行进气 生气不不生气 无越同舟 同病相连 如左右手 同心之言 其力断金 这张我呢 我讲出了这边 哪些方面的 是客观事实 另外一方面 我们怎么样的共同应对 团结起来 就像五月同舟 大家遇到风浪了 然后大家携手 大家同心合力 观众一心 众志诚诚 刻不困难 战胜病医 我们必然会 我们的明天 必然会更好 明天必然会更好 在这里呢 我在这里呢 先跟那个 President总统呢 先说一声好 因为你在那里呢 我就用中 那个翻译机呢 直接说一下 最近呢 President总统 这个川普总统 尊敬的 Perasi 这个议党 尊敬的 蓬佩奥 国务卿 那么 尊敬的 国会参中议员 大家晚上好 我现在是在 华盛顿DC Wirson Tony Tower 这个大楼里面 做一个现场的直播 目的就是为了 能够让你们听到 我们在美国的 华人的声音 另外我们这个大楼里面 已经有六七个 大概有十了 已经有十多个 是检查出来 是核酸检测 是阳性了 所以呢 我们觉得呢 大家应该团结起来 共同的应对这个疫情 怎么样子团结起来 首先心态要摆正 我们心里不要意 有这个怨气 还把那个怨气 我看见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 蓬佩奥到了七国会议上 还在 还在谴责中国 把这个病毒传给大家 将来要报复 这种心念 而且没有得到响应 有点 情绪化 恼羞成怒了 这就不对了 这样子 我看到这种 恼羞成怒了 就把这个事情的矛盾 就转移了 就不科学 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 承认这个东西 是事实 我们不去怨上帝 也不去怨天忧人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客观存在的东西 好 我先给你把它翻译出来 看能不能翻译出来